大大的附贈立民四个字 这是屏东县长周春敏赠送给议员的匾额 县长给了热乎乎祝福 议员陈阳还摆在仓库里 而且回想起当天拿到匾额的状况 还是难以错愕 大概不到三分钟 三分钟算是把他保守估计 一插进门出去大概一分钟 约下午三点 那其实我两点半就在服务处等他了 三点半才来到我的服务处 然后就说了一声恭喜多多支持 就走了 说出当天唯一和周春敏的互动 是这一张表情臭到不行的合照 两人扶着匾额 即使相隔只有一个拳头的距离 感觉却是好遥远 国民党籍议员陈阳脸书上忍不住批评 真的是吓到吃手熟 早知道是这样大可以不要老实动众 如果是要拍这个照的话 其实也不用了 我们也没有这么爱拍照 就大家各忙各的 就这样子 你也不用特地跑来我们服务处 然后拍个照 这到底是跟谁交代啊 有着同样遭遇的 还有国民党的黄明贤 刻意把其他的行程挪开来等周春敏 没有想到新任县长顺风式的拍照快闪 跟过去的潘梦安县长作风完全不同 闲聊一下 如果很忙大概就几分钟 但是这种一分钟的 我也是闻所未闻 行程安排上有要针对五十五个议员 来做拜访祝贺 那所以在行程安排上 确实拍得比较精凑 平等第一位女县长周春敏上任 想要跟议员拉近距离 亲自赠送匾额 结果满满的行程反而成为拍照快闪 民政处长出面致歉 但是也让周春敏和议员间的第一次接触 留下了尴尬影像 三天新闻周俊杰 周永荣评论报道